我們要請教音量 科技股的財報週 有可能讓AI起死會勝嗎 其實人多的地方不一定會贏 大家都不想同事 他搞不好就有機會 就像剛剛廷告所講的 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他說未來如果這個 你財富要增加的話 搞不好還是靠這些 大型的科技股 那其實現階段大盤的氣氛 跟4月23號 我來節目的時候 那種情況有點雷同 我們看一下 當時4月份 也出現一段很明顯的回檔 這一段跌掉了1479點 那當時4月23號禮拜二 我那時候來的時候 你剛好講什麼 記得好清楚 我記得很清楚 因為我覺得這個情況太雷同 你看這次跌多少 這次也跌了2286點 這次跌比較多一點 因為這邊漲比較多 那後面為什麼漲上來 後面其實就是很多的 這個科技股財報出來很好 尤其是四大雲端服務商 出來的資本支出 都是擴大增加的 增加之後 我們就很樂觀推估 輝達財報會很好 果然你看5月20號公布之後 你看這個指數開始一路上來 所以這次簡直就是一模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間點 接下來你再往後推 你看一下Google Alphabet的部分 7月23號 微軟7月30號 Meta 7月31號 亞馬遜8月1號 然後到8月28號 對 關注的 揮達財報 其實這個時間點 跟四月份那時候很像 對不對 然後我跟各位講 這些財報出來之後 你不要去關注他們個股的一個漲跌 因為當時 四月份它公布的時候 Google的股價是漲了10% 但是Meta公布它跌了10% 但是你會發現時間拉雲來看 當天的高點都不是最高點 因為後面還有更高點可以期待 所以這次也是一樣 個股股價可能會漲跌不太一樣 但是大家注意一點 就是說他們對於未來的雲端資本支出 有沒有做增加 如果有做增加 就代表他看好後市 看好 他要再做投資 他要再做投資 那要買什麼 買AI晶片 所以揮達的財報來講 一定是樂觀的 所以當時揮達財報 5月20號公布的時候 市場都說都很好 可能就考95分到100分 結果他繳出來成績是120分 所以這一次他可能 也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發生 而且美銀最新的報告 他是預估微軟跟Meta 下半年會繼續加碼AI 擴大資本支出 所以他預估2024年下半年 資本支出應該會達到 一千兩百一十億美元 計算大概14% 然後2024年全年來講的話 這全球的雲端廠商支出 資本支出會高達兩千兩百七十億 那較前年成長大概是39% 都是創歷史新高 然後他也預估 未來AI的晶片產值 大家先看看今年 今年是一百 billion 就是一千億美元 那其中輝達大概就佔了 八百四十五億左右 然後到了二零二七年 我們先看總體產值是兩千億 因為你看台積電這一波 他幾乎這條是季線 幾乎碰到季線就是買點 季線就買點 然後這一次你會發現 他回測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對照過來 六月十七號 六月十八號缺口 這個區間大概是九百二十五 到九百四十塊之間 所以昨天台積電達多少 九三八就起來了 因為他剛好落到這個區間就起來了 所以這個區間我個人認為是有效的抵抗 因為前一次你會發現 他回調到這個區間之後也是上來 就往上了 對 所以這個區間是非常關鍵的 所以每一次達到這個區間他就會上來 而且這一次季線附近 再轉折向上的時候 我覺得台積電未來是有機會回到一千塊以上 因為大家不要小看台積電第三季 第三季有蘋果的訂單 有輝達GB200 所以理論上來講 台積電第三季的營收 應該會創歷史新高 那股價來講的話 有經過大幅的回答 我覺得這邊會一個新的機會上來 那台積電會漲的情況之下 大家去想 他是因為AI晶片製造 股價才會上來 那AI晶片製造 裡面還需要用到什麼東西 GB200裡面的散熱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隨著你來講的話 我覺得雙虹 這股價回到了這個支撐 應該大家是可以注意一下 雙虹今年這一波 原本高到九六五之後 為什麼會出現大幅度的回調 因為市場有鬼故事 他告訴你 這個什麼 水冷很多家廠商要做 對不對 不是只有你雙虹可以做 我其他都其他都可以做 但是我坦白跟各位講 這是鬼故事 因為水冷這個東西 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如果你出現漏水的狀況的話 所以技術門檻是很高的 算高的 所以不是說誰都可以做 奇怪的公司都可以做 所以這個謠言是被粉碎 粉碎掉之後又拉起來 拉起來之後 這邊又出現鬼故事 說什麼 說這個美國廠商用了這個雙虹 跟高麗的水冷零件之後 出現漏水 結果前天左右 這個市場也證實 漏水的不是我們臺灣的公司 是揮答用的國外的廠商的 這個水冷零件出現漏水的問題 所以根本就不是雙虹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雙虹兩次的鬼故事 打下來都沒有破這個支撐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應該是可以做個成績 然後在設備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看龍頭 龍頭是誰 龍頭就是3131的紅塑 你看這一波 他跟台積電股價走勢幾乎是雷同 季線位置出現之後 就是一路向上 所以這次幾乎打到季線 你會發現台積電一直穩 他股價 紅塑股價也跟著上來 因為紅塑今年法人沽EPS 大概是可以賺30塊 明年可以到40到45塊 所以連續兩年都是正向成長的 所以股價我覺得 都還有一個上漲空間 但是因為一千一千五百多塊 大家可能買不下手 那怎麼辦呢 我說你就可以注意什麼 相關的比較中低價位的一些設備概念股 比如比如像萬倫 星雲這一些 或者是G2C加聯盟裡面的股票 我覺得這個後面來講都會有機會 那其中目前來講 最低價應該是4526的東台 東台這一波在漲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說 他是靠G2C加聯盟的題材 他靠的是東捷子公司 因為東捷最近漲很多 我記得我在節目上 四十幾塊也跟各位講過 後來漲到五十九塊 還六十塊 對不對 那他是靠這個題材上來 其實各位不是這樣子 其實東台這幾年也在積極在轉型當中 他是一家成立了55年的老公司 他的強項在哪裡 就兩個東西 一個是研磨設備 那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是所謂的這個雷射設備 那你現在這個不論是COAS製程 或是先進封裝 面板級的先進封裝 細晶圓跟玻璃基板都要研磨 所以研磨設備 他其實這幾年有在積極轉型當中 然後甚至他最近還對外講說 如果未來台積電也要做 面板級封裝技術來講的話 要不要雷射切割 晶片當初還是要切割 所以切割來講的話 他說他們公司的雷射切割設備 接下來就有機會打入到面板級封裝 那股價位階我個人認為 很多設備概念都已經漲到天上去 他最近是回撤到季線 所以回撤到季線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點 後續大家可以做個追蹤